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很少能在社交平台上看到马云的身影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马云的三宗罪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国家终于出手了 资本整顿刻不容缓 现如今 马云成为了众多网友吐槽的对象 那么马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引起群潮呢 让我们接着往后看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 好好的聊一聊 马云的三宗罪有哪些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一探究竟吧 说起马云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他身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曾经为我国带来很大的成就 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同时 他也改变了我们社会的发展 该说不说 当年的阿里巴巴对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他让我们整个社会 向互联网时代更快地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中 是因为马云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现如今的他 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十分的糟糕 这是因为马云出名之后 他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逐渐暴露资本家的嘴脸 网友们纷纷好奇 马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让网友们对他疯狂吐槽 众所周知 支付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 同时 他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就在2020年的时候 我国受到疫情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但是阿里巴巴依旧能够创下5500亿的收入 这不仅让人们拍手称赞 可是马云的三宗罪却让我们无法认收 这个事情也要从2020年之后开始说起 还记得当时马云发布了一个演讲 该内容主要讲述的是 他想要更好的去帮助蚂蚁金服 登陆到股票市场 于是便在演讲上各种吹蚂蚁金服 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 而且马云认为 在他心目当中 蚂蚁金服会成就越来越多的企业家 以及富翁 他认为 只要这个企业能够上市的话 这必定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骄傲 后来这一番话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注意到蚂蚁金服这个企业 同时 我国的监管部门 也开始关注马云的一举一动 还记得 他们希望国家市场的价格 能够高达68块8毛8 可是 要知道 这个企业 根本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科技企业 想让它进入科创版上市 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后来我国的监管部门 便对蚂蚁金服详细调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在经历了一系列调查之后 发现 这个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金融公司而已 该公司挂着羊头 卖狗肉 里外不实 而且 该公司所做的也只是一些无聊的东西 要知道蚂蚁金服一旦成功地登陆到股票市场的话 那么按照这个公司的规模 以及他们所给出来的市场价格来算 一夜之间就可以获得高达2万亿的收入 要知道 当年恒大集团的整个负债率 也就高达1.9万亿而已 而这个公司 只要能够成功登陆到股票市场 就直接能够拯救一个连政府都无法拯救的企业 后来相关部门也明白了蚂蚁金服上市会带来的影响 它会给我们的整个城市造成很大的伤害 甚至还会破坏国内的金融市场 成为巨大的隐患 如果蚂蚁金服在未来上市成功 一旦发生意外的话 将会对国内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威胁 甚至很多企业也会因此而纷纷倒闭 知道真相的国家 但相关部门很快便发现了蚂蚁金服的披露 并且快速地叫停 当然马云是十分不甘心的 并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操作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赚钱的机会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来 之前马云曾经在社交平台上 表明自己不喜欢钱 对钱没有兴趣 但是如今他的所作所为 都与钱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快马云将目光转移到了社区团购上 众所周知 社区团购是在近短时间才活起来的 而且社区团购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一开始人们在搞社区团购的时候 很多企业并不看好这个行业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 每天跟一些蔬菜打交道 没有多少利润 可是他们在看到马云开始将手伸到了社区团购之后 便发现了这背后其中的情况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 有好几个商业巨头纷纷加入到社区团购这个市场当中 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 获取更高的利润 尽可能地将钱揣进自己的腰包 众所周知 社区团购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商家在那边不停地竞争 所以每一个商家为了能够吸引顾客 便开始降低价钱 还记得马云曾经说过 他渴望能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可这一次操作却与他说的背道而驰 他不仅希望天下生意难做 还希望所有的生意都能够被自己的企业所收购 于是他们便用尽手段打压这些市场 将中间商等等全部改革 只有这样 他们的市场才能够做到一家独大 这么长时间以来 社区团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高的服务和优惠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便利 还为我们省下了腰包 可现如今马云的所作所为 就是要割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这一点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掘出来了 像马云这样的资本家 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只要有能力 他们尽可能的要去垄断中国的市场 就比如说现如今的实体店 众所周知 随着网络时代发展越来越快 很多实体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就是因为电商的存在 他们抢走了这些实体店的生意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电商平台不仅特别方便 而且还有很大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价格要比实体店更加便宜一些 选择的商品也会变得更多 后来这些人就形成了垄断市场 很快他们已经接近要垄断的地步了 国家相关部门也看到了 马云的电商行业逐渐收割老百姓们的韭菜 便开始大力指责阿里巴巴的不当行为 认为这样的企业不应该将所有的目光放在我们的菜叶上 虽然这些企业他们背后都有着很强大的资源 但是他们想要去垄断市场 就必须要花大量的金钱 把这个市场给收买 可这样的操作也是在破坏中国的市场支持 根本不适合在我国长期的发展 所以人民日报就曾经表明过 希望我们的马云能够尽可能地去关注到科技的星辰大海 希望马云能够在未来发展我国的经济 真正地创造属于我们美好的未来 身为一个优秀的企业 就应该具有更强大的责任 尽可能地去创造出不同的空间与未来 本以为这件事情会让马云有所收敛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马云的做法再一次让人们感觉到失望 马云又一次暴露出他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这是因为当年他和银泰城收购过程当中 再一次出现了违规行为 而且又受到了相关部门的点名批评 还记得从2014年起 马云前前后后通过了三次的收购方案 直接收购了银泰绝大多数的股份 现如今马云已经占有该公司股份的74% 他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 便想要将他彻底的私有化 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直接对阿里巴巴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这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私有化的问题 重要的是 他要求商家必须要被他们独立垄断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的发展越来越庞大 所挣到的钱也越来越多 很快 相关部门发现了这种操作 在未来会打压我们的市场 导致整个市场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情 一旦他们得逞的话 那么所有好的资源都会被阿里巴巴所占有 所以当时 我国的有关部门也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还给他们开出了巨额的罚单 人民日报再一次点名批评马云 希望我们的企业不要有垄断的事情 希望我们的高科技领域 能够有朝着芯片领域加以发展 我们的芯片领域已经受到了美国的强力打压 这也导致如今中国的发展变得被动起来 甚至华为无法得到喘息的时刻 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将目光转移到科技企业上 帮助他们共度难关 要知道之所以我国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 这也是由于我国的科技技术在不断提高 只有提升了科研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 现如今 马云的三宗罪已经被相关部门约谈 与此同时 马云的口碑也瞬间崩塌 虽然马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家 在很多时候都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利益 但是他所创办的阿里巴巴 的确给我国带来了巨大收益 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成就 希望在未来 马云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 不要再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